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最近关于中国的一个全球媒体的头条 是习近平和普京又通话了 而在这次通话中 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跟俄罗斯的紧密关系 和这个互帮互助的关系 我们看华尔街日报的标题说 习近平与普京通话重申对俄方的支持 他说这是习近平在生日这一天 6月15号和普京通话的 重申了支持莫斯科方面的安全关切 说这一举动意味着中国无意在中俄亲密关系上收手 或者说就是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说习近平普京再通电话 提出深化中俄合作 澳大利亚的媒体就直接讲到习近平告诉普京 说他侵略乌克兰的这个行为是 就是合法的 等于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给他合理化合法化了 如果我们看过去中国官方媒体的各种报道评论 实际上都是在引述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批评 谴责过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英国媒体也引述美国政府的说法 说中国现在站在俄罗斯这边支持俄罗斯 而且非常明确的表态支持 这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说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自己是中立的 但实际上他的所有的行为 包括他跟俄罗斯的互动 全都非常明确的展示出 中国继续跟俄罗斯去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华盛顿邮报就直接采用了这个标题 说中国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 那么你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 你必然是有后果的 历史大趋势国际趋势这是洪水滔滔的 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 所以中国政府这么做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我们看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美国的国会现在就要想推出法案 来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那这个投资主要强调的就是说 对中国投资的时候要知会美国相关的部门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直接就意味着即使是美国的民间的机构 民间的企业去对中国的一些项目进行投资 一些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 都要经过美国政府的知晓 美国政府都可以随意的去叫停 以国家安全的理由 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做出一些政治的决策 从而影响到商界的民间的这种交流和往来 这当然是更刺激了更加速了这个脱钩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容易通过的法案 也是两党共识的 就是美国要禁止中国的官员 来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他们的理由就是中国政府限制了美国的官员 美国的政府部门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 微博微信对吧 有时候经常删文章除了指定的那么几个以外 其他的人是不能够注册这个账号了 那么你既然限制了我 那我就要限制你 所以这个法案名字叫做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将适用于中国的国务院 外交部 国防部 安全部 司法部 公安部 等等的各部门的成员 那么不要忘了 当中国限制了美国的机构 美国的个人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 它实际上是想堵住中国人的耳朵 挡住中国人的眼睛 当美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法案真的通过的话 当把这个中国的一些官员的这些账号全部给屏蔽掉的话 那使得中国没有办法把声音传递到美国 不仅包括美国 是传递到世界都受影响 因为美国这些平台是覆盖全球的 而中国的媒体只覆盖中国 所以这就会打击中国政府的大外宣的工作 打击统战的工作 你只能去洗脑自己人 你只能洗到墙内的中国人 那么这只是美国对中国的进一步的脱钩的动作 相信这些法案陆续都会通过 我之前讲过了 现在在国会积压的关于中国的制裁中国的法案 就有好几十个 这会一个一个相继通过的 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中美脱钩或者说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脱钩 这是不可逆的 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得了的 同时中国自己 他们还在不作就不会死 还在不停的作 习近平的这种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个互动 实际上也一方面证明自己的权利 在党内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呢 向全世界也说明了 中国未来走的道路 就是跟俄罗斯的联合 跟俄罗斯的这种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们都是面对西方的围堵跟制裁的 他是要跟西方对抗的 那么当然会抱团取暖 其实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出 那些支持改革开放的 支持跟西方友好的 那些过去改革开放时代的那些势力 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 他们只能够像这个网上看到的 开一些什么吸引外资的大会 这是每年都要开的 各种各样的忽悠 忽悠这些外商 忽悠投资银行 继续的投资中国 我们这做生意特别好 经商环境特别适合你们来 但是问题是 你把别人都当的傻子吗 就是西方这些 即使是华尔街 就像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说的 他们会把搅死自己的家所 卖出去为了赚钱 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 资本家的贪婪的一个特点 逐利的一个特点 但是即使如此 这些跨国投行 这些跨国财团 这些跨国企业 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智库 也都有自己的研究人员 政治上的风向 国际环境的影响 都让他们了解到 今天跟中国做生意的政治风险 所以说开这种忽悠大会 可能象征性的 我会派两个人去 对吧 去聊一聊 看看你国务院 到底还能够做出什么事 能够有利于我赚钱 或者说有利于我把钱给运出来 总之 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表演 不能够实际产生效果 就是改变中国 现在越来越紧缩的政策 就是你不可能期待的说 你李克强讲几句话 我就愿意加大对你的投资 不可能的事情 你的表态只能证明 你有这样的想法跟意愿 但是实际能不能成 实际中国的这个体制 是不是会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允许民间的资本 去扩张 对外资的门槛降低 至少你先取消 你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 对吧 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做到 才真正能够说服这些外国企业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只靠一个嘴皮子 而且还是一个快退休的人 公开说要退休的一个人 去忽悠人 去让他们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退休了 不管了 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们必须要预料到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你到底是不是有实权的 还是只是最终为了留一个好名声 所以说最后高喊两句口号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的很多的现象 只会让那些 被感情冲昏头脑的人 让他们一时激动 好像中国要变天 对于稍微一点理智的人 包括那些跨国财团 包括这些企业来讲 他们都是非常的明白 中国时代已经过去了 包括我认识的 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 一家科技企业 我认识他的一个员工也讲到了 他也跟我说 他们企业也在想方设法的 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跟中国的 这个供应链给转移出去 过度依赖中国之后 你随时被这个政府所牵制 他可能任何的这个政治理由 就可能会对你动手 把他们对中国的资产 或者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当做一个政治筹码 这种情况这些跨国企业 其实都看到了 美国现在跟中国脱钩 在稳步的进行当中 虽然没有像当年川普那样的 动作那么大 其中有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 现在脱钩还没有完成 他需要给这些美国企业 一定的时间让他们离开 就像日本政府一样 他们也是开始让这些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离开 就是给你补贴嘛 只有这样的话 慢慢的我们才能看到 政治上跟中国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 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了非常的清楚 过去这几年的整个大的走势 这个走势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想象 或者是幻想 或者是梦想 就有所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觉得我是 短期内算是一个悲观派 长期来讲我还是很乐观的 我的乐观不是习近平下不下台的问题 而是共产党会不会被围堵制裁 共产党的专制能力会不会越来越减弱 最终失去对中国的全盘掌控 很多人拿朝鲜作为案例来说 说朝鲜都没有崩溃 为什么中国会崩溃 我觉得稍微多想几步的话 就能够想得出来 为什么今天朝鲜没有崩溃 对吧 最简单的两点 一个就是体量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后面看看有没有靠山 为什么今天要不停的 中国要抱紧俄罗斯大腿 甚至支持普京 这么强烈的去支持普京 当然是希望在面对 整个西方世界的时候 他能够有靠山 朝鲜能够有今天 还不是因为中国的支持 还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支持 如果没有中俄的力挺 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 就已经被统一了好吗 朝鲜能够维持到今天 就是因为有靠山 有人不停的给他输血 而当中国面对 整个西方世界的时候 成为像今天俄罗斯一样 的人类公敌的时候 那么我想共产党政府 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而现实情况 甚至是普京都要走到 习近平的前边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 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